唯一令到香港或全世界走出的困局 就是所有人都要打完這個疫苗 我們應該採取以色列的政策 就是你要有疫苗的通行症 所以我覺得你混針是沒有問題 歡迎大家收看肥虎醫療 今次第一集請來的嘉賓 一定是重量級的重量級 袁國勇教授都不用介紹了 我們香港的防疫專家沙士英雄 數不盡的名銜 恭喜你的教授 最近拿了一個未來科學獎 就是香港人的驕傲 多謝你 教授 最近大家都覺得疫情困擾了我們 都快兩年了 你作為一個這方面的大專家 我們怎麼走出這個困局 疫苗打了 但打完疫苗又感染到 那怎麼辦 大家要小心看看有的數據 你會發覺開頭 大家很多專家 外國專家說 打到七成 就應該可以把所有防疫措施放鬆 但現在你看到英國或新加坡 他們的疫苗接種率已經去到八成五 但誰知道一把防疫措施減鬆的時候 立即就有大爆發 現在你看到差不多每天 在新加坡 中數全部都在說千千聲到萬萬聲 而他們每天死亡人數是大約十五個 現在他們已經死了四百多人 已經是香港的死亡人數兩倍 你看到最後我們不可以再說以前所謂的防疫屏障 或者是免疫屏障 其實已經不再說這件事 就是我們打疫苗的目的主要是個人保護 是一個個人保護的屏障 如果那個人打了 不是說他不會受感染 他可能也會受感染 第一來他打了之後他的病情會輕微一點 第二他放病毒出來的時間和數量都會低一點 所以他其實打了就算他惹到 對其他人的影響都是小了 唯一令到香港或全世界走出去困局 就是所有人都要打完這個疫苗 打了兩到三針 至少要接近100% 除非你本身是有過敏反應 或者你本身是長期病患不穩定 你先證可以不用打 否則你這樣下去 你再過一兩年 你都可能沒有辦法可以開關 對於全世界或內地 你看見如果香港現在的走勢 開始沒有人打了 你再去抽獎好 再去怎樣做宣傳好 我相信都沒有用 怕打針的人 怕會有併發症的人 他始終都是怕 你再用抽樓這些都沒有幫助 對於另外一些他不合作 他也不會和你合作 你再看看 現在最大問題 甚麼地方的人不願意打 主要是老人員 或者是老人家 我跟老人家聊天 去那些老人院 他們說我都這麼老了 我都八十九歲 我死你就由我死 他們的想法真的是這樣 或者家人很擔心 聽見心機電視 有個老人家打了 然後死了 其實我一直都很不同意 政府很多做法 就是他應該每一次 他一有病人打完 說因為這樣過身 他應該馬上說 其實老人家每日有多少人過身 沒錯 是因為心臟病發 或者是中風 但結果政府是 過了兩三月後才這樣做 令到很多老人家 他有一個錯覺 就以為打了疫苗 會令到他過身 其實不是 因為他們已經大 根本老的血管 心臟的血管 根本已經是很大問題 所以他打不打 他都會過身 但始終這個信息 過不了他們那裡 如果他沒有一個 真的嚴重過敏反應 而他的長期病患 是穩定的 一定要打 因為這個是對其他老人家很重要 我舉個例子 就是如果你不打 就算其他人打了 因為你染到之後 我們知道老人家的保護不是100% 沒錯 很多時候他們只是剛剛超過50%保護 然後你染到 你將大量的磅毒放出來 就算他打了可能 都是因為這樣有嚴重的病 他未必死於新冠病毒 但他可以誘發他的慢性病 二次去過身 你不是很不對 因為你令到老人院裡面 穿了個洞 所以我覺得 每一位老人家 在老人院裡面 其實對其他人都是有責任 教授 我又想問你一個 現在這樣看下去 什麼時候開到關 我覺得最後就是要大家 有沒有那個決心 去真的做到全民疫苗接種 如果你做不到這樣 你一開關一定會大件事 你一定會倒閉 你醫管局的服務一定會倒閉 因為新加坡85%很高 很高 英國好些 因為他們老人家的接種率過了九成多 所以他們雖然會有很多病例 全部都是很輕微 死亡也是低的 所以到最後就是 你怎樣都有一天要開的 你怎樣都有一天要 要面對世界 但你現在香港可能進入一個很困難的狀態 你看看內地的疫苗接種 現在已經過了七成五 十多億人 預期到明年三月 它隨時九個幾% 如果到明年七月或十一月 它可能第三針過了七成多 而回到香港 到明年三月可能都是七成多 人家已經過了幾% 你看到外國 譬如英國好 新加坡好 到明年三月 譬如英國這樣 隨時已經接種到第三針 或者已經自然感染了 即是它自己有自然 新加坡也可能去到 即是過了明年三月或七月 它完全沒有問題 於是所有我們原本來香港投資的機構 都會將所有生意去到新加坡 出現方便 對我們香港來說很大傷害 是 教授 你作為專家最好的專家 你有甚麼提示給政府 怎樣去哄這二十多%的人去打針 我自己覺得 我們應該採取以色列的症狀 就是你要有疫苗的通行證 以色列是所有人 如果沒有打足兩至三針的疫苗 你不可以上班 你不可以上學 你不可以上學 公共場所不可以 你一定要出示疫苗的通行證 以至所有人都打 如果你不這樣做 很多人都不會這樣打 去到這階段 大家都已經很清楚證據 就是疫苗很安全 有效 不過有效的時間未必很長 而就算它維持中和抗體時間 不是很長 就算抗體跌了也好 你感染到症狀都應該輕微 或者起碼不會死 亦都不會令到醫管局的系統崩潰 所以我覺得證據很清楚 就是我們個個都應該打贏 除非你本身 你已經不斷呼籲很多人 除非你本身有一些急性嚴重過問問題 如果不是就應該打疫苗 所以我覺得這是暫時唯一的出路 教授 這個疫苗 其實你說減低了嚴重性 現在又說打第三針 其實頭兩針沒什麼用 不是 因為我們打疫苗 很多疫苗都要打超過三針 大家想起我們小時候打的 白喉 破雙風 都要打很多針 不像三針 你看一下其他疫苗是病毒的 是將滅了疫苗打入我們 最出名的小兒麻痺 都要打超過三針 起碼三針 換句話說 我們免疫系統要訓練它 第一次打第一針 你就訓練它開始有少許記憶 知道這些東西 認得開始 你要加強記憶 你打第二針 我們叫第一個booster 即是加強劑 於是B細胞的記憶 開始越來越強 然後你再打第三針 它就去到一個非常穩定的水平 記住你了 你入兩個人砌你了 但我們對於新疆疫苗的認識 都還未夠 究竟它那個疫苗的保護 能夠維持多長 打第三針 我們其實不知道 最差的情況 就像季節性流感 最差的情況就像季節性流感 就是你差不多每年都要打一次 就算你打這麼多次都好 B細胞的記憶都維持很短 去到六個月之後 它又跌得很厲害 於是情況就是 我們每年11、12月 就要打季節性流感 它在老人家裡 很多時候只維持六個月 跟著已經沒什麼 然後你到第二年 又是到11月、2月 冬季流感來之前 你就要再打多一次 那就是最差的情況 究竟將來新冠病毒疫苗 結果是要每年打一針 兩年打一針 又三年打一針 其實我們不是很清楚 我自己覺得 有很多市民問 究竟我應不應該檢查 我的血清裡面的抗體 跌到多少 我能夠說的是 我們沒有一些臨床 不抽血的方法 知道究竟你的抗體跌到多少 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很清楚 就是當你的中環抗體越高 你的保護住越好 你越低越差 你大專家 你估計是否真的變成 每年都要打一針 這就好看病毒變得多快 因為季節性流感 真的一年到三年之間就變了 但現在我們看新冠病毒的變化 好像真的沒有流感疫苗那麼大 就算你現在說Delta變種也好 我們最早出的那個疫苗 即是用回武漢開止那個病毒的疫苗 雖然它跌了一些 但不是跌了很多 仍然是有效用的 所以我覺得 我就樂觀一點點 多數不用連連打 如果打三針之後 可能是兩年三年 直至它變得很大 才需要再打 政府宣佈了打第三針 都說應該是否要溝針 還是不溝針 從你這個專業角度 應不應該溝針 其實溝針什麼時候都可以 因為外國的研究 甚至我們香港本地 恐嚴藝教授的研究 都看到溝針出來 即是安全性 看不到有什麼大問題 而它出來的中環抗體的數目 尤其是打了兩針科興 接著打第三針是復必泰 那個中環抗體的數量是很高的 如果三針都是這個科興 就比較低 但都是高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溝針是沒有問題 有另一個角度 譬如我就是打復必泰的一針 第三針選什麼呢 其實我應該可以選擇科興 沒有問題 留下一些復必泰 給那些已經打了兩針科興的人 都未必不對 因為我打了兩針復必泰之後 我那個B細胞的免疫的記憶應該不錯 所以我打第三針是打科興 其實未必是錯的 留下一些疫苗給那些 真的需要復必泰的打 即他原本打了兩針科興的人 其實可能是一個很好的 我們所謂的complementarity 大家互相補足的情況出現 教授 很多人覺得打復必泰的反應比較大 如果頭兩針反應已經很大 第三針會不會更加嚴重呢 根據外國的研究 我們香港未做 他們就發覺打第三針復必泰 那個出來的副狀 跟打完第二針的副狀 差不多一樣 都是有些頭痛 有些發燒 而且數目的百分比 是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不應該太大擔心 現在又要打小孩子 如果打到幾歲都能打 是否真的對他們沒有影響 大家要從一個科學角度看 小孩子三歲到十歲那些 他們的免疫系統剛剛已經成熟了 而他們打的份量是人大人的三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預期到 他們有病發症機會更加低一些 我看的機會應該是很安全 從一開始 我第一次在報紙撰文已經說 科興的特點就是 他是一個很傳統 經歷了很多年的疫苗 安全性是無可置疑 但因為他也是一個很傳統的疫苗 他打進去的時候 那些抗原很多 不只是表面激突蛋白 裡面很多其他抗原都在 變成可能會令免疫系統的注意力分散 所以你預期出來 他可能有抗體的數量 就沒有伏必泰 伏必泰是一個很新的科技 裡面只有一個 就是病毒表面激突蛋白的基因 所以它有RNA 我們所謂的 Messenger RNA 所以你預期它進去之後 你的免疫系統是很專注的 很聚焦 只是對於激突蛋白有那個免疫反應 引起很好的中核抗體 和淋巴細胞界度的免疫 所以暫時來說 大家都常常說 打完兩針復必泰之後 抗體的數目是差不多十倍 這個科興打完兩針 這個是預期到的 亦都預期到的就是 你這麼強烈的 你那個副作用是厲害些 是厲害些 是可以預期的 所以我再說一次 就是每一種疫苗 其實都是有好處 有不好處 大家要用一個科學角度 不要用一個不理性 所謂一些政治的想法去想 這個是完全不對 對香港有一些好處 我用最簡單的例子 例如當打一支針下去 打一個疫苗 有100個 unit 抗體出來 科興是因為很多種東西 令到你這100個 unit 可能分散了 這是其中一個 這是其中一個 這是其中一個解釋 變成100個 unit 抗體都是對著它 是不是這樣 是 這是其中一個解釋 因為抗原不夠集中 例如那個疫苗 這個伏必泰 它用一個納米的 一個納米脂肪包 進入去 我們那些免疫細胞 是真的進入得很好 這個也有其他原因 導致為什麼 這個伏必泰疫苗 那個產生的免疫反應 是強過科興的 很多人都說 因為這個mRNA 是比較新的技術 rRNA就是核酸 還有DNA 很多人出來 有個錯誤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基因 尤其是年輕的 會不會 到我年紀大 我想生育小孩子 會不會影響 就是很多 我們在坊間聽到 這些不同的說法 這些完全是錯誤的 完全不對 因為我們的基因 是DNA 不是RNA 而我們現在打 這個伏必泰 是一個RNA 它進入我們身體裡 生存的時間很短 因為它只要將mRNA 變成蛋白 它就消失 是講到很短很短的時間 而且RNA是進入不到 你的基因裡變成DNA 是不行的 有個很小很小的可能性 就是你是愛滋病 你有一個愛滋病毒裡面的 所謂的逆轉蛋白 將RNA變回DNA 但就算真的這樣發生 那個DNA 可不可以插進去你的 染色體的基因裡 都是成為很大的疑問 所以我可以講 從科學角度 這件事基本上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發生 其實兩種疫苗都很安全 很安全 科興的滅活已經用之已久 這麼多年了 這個滅活 這個mRNA 因為rRNA 其實是入去很短時間 就已經死了 我們要看每一件事 應該用一個很科學 很客觀 很冷靜的態度去看 這個滅活疫苗 好像科興那樣 它真的已經是能夠 給時間考證 它真的安全 很多年用了 但它也不是一個新入科技 以至它產生的免疫反應 未必像新科技那樣好 但新入科技 是必確有危險性的 現在最清楚的是 年輕人 10到19歲的那班 必確每打一萬個 有一個會有心肌營 這是之前的藥廠想都想不到 他們做所有動物實驗都找不到 但我們在香港 因為我們看到外國人有心肌營 即是外國的報道 我們在老鼠裡 如果我將那個 伏必體疫苗打入靜脈 老鼠真的有心肌營 我們在香港已經證實到 原來你如果是靜脈注射這些 伏必體疫苗 是可以讓人心肌營 但我們也要考慮另一件事 就是我是靜脈注射 我不是打肌肉注射 肌肉注射是沒有這個問題 於是你會很容易問一個問題 那會不會呢 那一萬個裡面有一個有心肌營 十到十九歲的兒童 他打進去的時候 其實打進去靜脈那裏 這個是考慮 我亦都跟政府談了很多次 其實打的時候一定要抽針 你要抽一抽 沒有進去靜脈 沒有進去血管那裏 即是看那支針口有沒有血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事 不過政府未完全采納 就是應該打大腿 因為大腿那裏 當你打到大腿的肌肉裏面 那些疫苗到最後會進去琳巴腺 琳巴腺會經過你大腿那裏 或是經過你盆骨 那裏的琳巴結去濾過它 然後最後經過你大動物 旁邊那裏的琳巴結再將它濾過 然後才進去血管 所以如果你要打復必泰疫苗 尤其是十到十九歲之間 其實應該是打大腿 是不應該打肩頭的 因為這裏只有肌肉裏面 然後進去深度 那個類過未必有這麼好 所以我們用一個很科學 很客觀的態度去看這件事 我們知道有什麼做法 可以將危險性減低 但是大家要很冷觀客 正看這件事 一萬個才是一個 還有那一個是輕微的 即是住幾天醫院 接著它就沒事了 沒有什麼後遺症 暫時看不到有什麼後遺症 你永遠都是做任何一件公共衛生的預防 都是好處多 因為壞處多 有人說 你現在香港 根本沒有病例 為何這麼急要打 錯了 因為我們不知道第五波何時來 而且你要記得 你不打的話 你永遠都是要閉關自首 我聽你剛才說的 香港不可以永遠都這樣下去 現在香港已經很傷 花了很多儲備 如果你每個人都不肯打針 你看看新加坡85%接種率 它一開關都這麼大 而香港其實最重要的是外來的投資 你當你外國的人做生意的人 不可以來香港 所有這些生意都會去了新加坡 其實很多人走了去 其實香港很傷 所以我在這裡再呼籲 其實我們香港是應該 做到99%的人打針 然後開關 無論是國際或內地或都是這樣 國際來的地方有很多病例 你不就來到香港日日測試 每天測試在指定酒店 他要出去 他帶著你那個安心出行 甚至有追蹤功能 他帶著每天很安全 每天檢測 你就可以通到關 你剛才說的 每天檢測 其實我都經常覺得 是否我們香港做得不夠多 有時三日五日才做一次 尤其是外來那些 我們不應該做密些 我只能覺得 如果你要決定對國際通關 而那些地方有很多病例 你直接應該天天測試 你測試 然後你才能夠最早捉到他 以致你不會被病例傳出去 教授 我想問問你 現在很多外國工人 那些家務助理來香港 要集中隔離 這種情況是否都不滿意 雖然集中了 但好像你這樣說 三日五日才做一次測試 我相信情況有些不同 如果他們是在一些隔離中心 你三日五日測試 都不是大問題 但如果你是外國 有一些高文聖的總裁來香港 他要住最高級的酒店 他又想到處去 你不再幫他測試 你不行 他真的要有追蹤功能 你要知道他去到哪裡 但對於外勞 你集中在築高灣 不知道他在哪裡 他不會到處走 兩個不同的情況 你是政府的顧問團之首 你覺得政府在這兩年來 防疫方面的措施 你覺得評價如何 應該這樣說 我們專家提出很多意見 我們覺得在科學上很重要 但政府很多時候都未必馬上採納 政府有政府的困難 譬如舉個例子 一開始我說應該全民戴口罩 政府一開始就不敢做 但他不是沒有他的問題 他去哪裡找到口罩給你們戴 去年年後真的很難找到口罩 他們的資源配合到 他們的人力配合到 你然後才可以做到 現在政府又鼓吹我們打流感疫苗 兩個有沒有衝突 其實是沒有的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情況下 一起打都沒有問題 但我們香港所有專家都覺得 都是安全一些 都是相隔幾個星期打 會穩陣一些 多少星期左右 大埔的專家覺得 起碼要超過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那就沒有問題 我想問一件事 我知道你有一個研發的導演 是說噴鼻疫苗 進展成怎樣 我們第一期的臨床測試已經做完 證明我們的噴鼻疫苗很安全 完全沒有什麼大的副作用 現在我們在等第二批疫苗做第二期的臨床測試 我可以預期到 將來可能 當你已經接種三劑打針打肌肉注射之後 將來可能是噴鼻疫苗 令到鼻咽喉的本質 即我們所謂的屬於臨床測試 局部的變異是好一點 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 或者留意醫學雜誌 你會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無論科興或復必體的疫苗 一開始做的時候 講到兩年前 在猴子實驗 已經證實到 那個疫苗保護我們的肺 保護得很好 但保護鼻咽喉是不好的 沒有所謂消除性的免疫 我們稱為Sterilizing 有些疫苗好到 譬如麻疹那些 它有Sterilizing 病毒根本連上面都淋 淋不到已經殺了 已經一早把它趕出去 所以我們相信將來 當你已經接受了三針肌肉注射的疫苗 而那個病毒不停地變 或者你的抗體一直跌 你知道在噴鼻 噴了鼻這裡搞得好 其實已經很好 因為全部都進去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噴鼻疫苗 應該是我們所謂的game changing 即是改變遊戲規則的疫苗 第二期你哪裏做 第二期在香港做到可以 因為我們看抗體 即是獨佈的抗體數量 但第三期就要在外地 據我所知萬泰 已經拿我們疫苗在菲律賓開設第三期 我們香港大學微生理系 很希望能夠在新化性傳染病 能夠做一些事情幫助到香港 和整個世界 多謝教授 今天就非常多謝教授 和我們分享了 他對新冠病毒 對疫苗的經驗 我們希望大家齊手抗疫 大家快快去打疫苗 讓我們大家都可以免疫 我們下一集再見